作词 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高于千天路江山万里昔 青凡月初天宇 无处不时不远期 紫塞塞春风飞雪 拎来自己花色迹 秋去黄河如草涌 长江赶下一周期 甘有那灵山水 强死人间陷阱 吻满日圈外 上我情脱离 风云千年如 江山万里兮 青凡月初天宇 无处不时不远期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大陆寻奇 中国人就立新年即将来到了 想想过去这一整年 真是景气不好 失业率高 百姓生活品质节节下降 但是人生毕竟应该是充满希望的 请大家放宽心胸气度 以积极态度来面对未来 不要怨叹苦难 毕竟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充满喜悦的 而且各地过年方式真是多彩多姿 就像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他们信奉的是伊斯兰教 他们过的年是所谓的古尔邦节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古尔邦节的 塔什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最西方的城市 境内的维吾尔族人信仰伊斯兰教 是从西元840年开始 在那个时候伊斯兰教进入新疆 而佛教退出天山南北 于是新的文化就根深蒂固地存在这个民族的身上 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 伊斯兰教教力的12月10日 是他们把义布拉辛奉为圣祖的日子 这天也就是维族人的古尔邦节 也就是过新年的意思 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像是哈萨克族 回族 塔吉克族等 都是在这一天作为庆新年的日子 古尔邦节在穆斯林的社会里 正相当于汉族的除旧岁迎新年的节日 除了庄重的宗教仪式之外 也带了不少欢乐的色彩 在之前的几天呢 各家就开始大扫除 擀置糕点跟食物 这跟我们过春节前的情况是一样的 古尔邦节的一大清早呢 家中已经焕然一新 新的地毯增添喜气 而全家大小换上最清洁的新衣服 艾提格尔大清真寺前的大巴扎热闹无比 而所谓的巴扎就是市集 穆斯林大多无心在巴扎买东西 因为他们要到清真寺去会里送金 或者去祖先的陵墓前 表示慎中追缘之意 但是这些宗教仪式少有女性参加的 女性们在男人去参加会里送金时呢 会留在家中做些家事 或者准备好食物以款待嘉宾 艾提格尔清真寺是聚会的中心 艾提格尔的意思是节日礼拜场所 它坐落在市区解放路的广场上 面积有16000多平方公尺 是新疆境内最大的清真寺 也是世界上少见的大寺 寺前的艾提格尔广场呢 原始一座陵墓园 在西元1426年 在此地建了清真寺以后 穆斯林就在每年的第一天 到这里来会礼送金 也等于是祭了祖先之灵 这是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件事 所以广场上的人群多达十万以上 其中有新疆各地来参加的人 但青涩的都是男性 伊斯兰教力泰英力是以月亮的 朔旺定立月 以月亮出现的那天为月首 月份与四季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 与通常的阳历回归年相比呢 是少了十天或十一天 所以古尔邦节在阳历中是不固定的 每到这个节日照例休息三天 从清真寺发出第一声幻拜开始 所有的杂音在瞬间就消失了 在伊斯兰教的圣训中说 集体礼拜 胜过个人礼拜二十七个品级 所以在这个大日子里 是要集体礼拜的 圣训中也曾经说 人们去四里礼拜 徒步走得越远 其代价就越大 等候礼拜 要跟领拜师做同样动作 比起自己礼拜完 就睡觉的报酬要大得多 正因为圣训阐明 合众礼拜的高贵性 所以穆斯林呢 是以虔诚平静的心态 耐心地参与 理想的领拜师阿轰 必须具备深明教义 擅颂可兰经 结过婚 出示稳重爱护群众的条件 在圣训中规定 在圣训中规定 领拜师他唯一的使命 是让人跟随他 做一切的礼仪动作 所以秩序井然 离拜对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透过这种肃穆的生活方式 取代了一切不正当的习惯 而达到止恶为善的目的 使理想的道德生活 利用拜公而与生活结合 当教长带领全体参与者 捧手做读阿依之后 大家一起诵念阿敏 意思是请准语承受 整个的仪式就已经结束 而在新的一天里呢 是穆斯林诗迹贫穷 及需要帮助者 所以古尔邦 这个伊斯兰教的新年庆典 显然更深具慈悲与感恩的内涵 参与庆典的唯一女性 是经过特准的文字撰稿人 她是一位外来客 只许照相及观礼 而不能介入礼拜 屋顶的天台上 乐师们整轮番上阵 演奏纯维吾尔式的音乐 把节庆的欢乐带到最高潮 古尔邦节是新年的开始 也是一个欢乐的日子 大家留在广场上 即兴就跳起了轻松的舞蹈 这是另外一个新的高潮 而在舞蹈结束以后呢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因为古尔邦节又名犀牲节 每个家庭都得按照传统 马虎不得的 伊斯兰教的新年的确不同 内涵更深远 不仅吃吃喝喝 也带了启迪及教化的功能 下段节目请不要错过 古尔邦节又称之为摘生节 在新疆的习俗里呢 在这天之前的一个月内 要摘戒的 而到了古尔邦节这一天呢 可以开戒杀生 这天的大礼拜可是重头戏 是伊斯兰教一年一度的盛会 想想看十万人聚集在一起 是多么的壮观 而家家户户当天呢 还要宰羊来接待亲朋好友 我们的外景小组成为坐上贵宾了 伞子 囊 手抓饭都出笼了 宰羊在当地可是相当隆重的事 必须呢请阿轰念诵可兰经 我们这趟在喀什度过一个非常庄严 而具有文化特质的维吾尔族的新年 而现在呢请观众们分享 喀什这个伊斯兰教的边城 所有的人都得暂时停下工作 只有巴扎也就是市集 暂不休息 这一天肥羊被牵到巴扎 来等候主顾了 这是古尔邦节中最上等的美食 没有一个家庭能省下这笔费用的 或是改用其他的肉类 我们应邀到几个不同背景的人家中做客 要共度古尔邦节 古尔邦节又名犀牲节 相传先知伊布拉辛的儿子 名为伊斯玛义 是真主所赐 长大之后根据启示 伊布拉辛必须宰杀儿子 来回报真主 当父亲的不忍下手 但儿子却说了这是自愿的 并请父亲赶快动手 哪知当刀落下时 刀片如叶片般卷起 真主派了大天仙 带着黑羊及时赶到 并指示以羊带子 亦是领受诚意 所以这天也叫做牺牲节 或是忠孝节 伊斯兰教规定 牧圣在开斋前是先吃饭后礼拜 而牺牲节是先礼拜后吃饭 被牺牲的羊在宰杀之前要先清洗 并由阿轰念诵真言 所有的客人及家人在进屋之前得洗净双手 用净水冲洗三次 然后进入餐厅 敬带主人送上来的待客美食 室内长行的餐桌上早已摆满上等的美食 这天待客或自家享用的都特别丰盛 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以外 都是在家中吃古尔邦吉的第一顿饭 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最大特色是清洁整齐 即使最不起眼的陋事 也整理得窗明极静 一尘不染的 主人盛情地接待着我们 也许是受到点汉民族的影响 维吾尔族人在古尔邦节的第一顿饭里 安排了馄饨名为包元宝 有着葡萄架的院子里 是烹调食物最好的场所了 明亮又通风 新年第一天的煮菜 除了大块的煮羊肉以外呢 就是做一锅又油又香的手抓饭 新疆的沙值土壤使各式蔬菜都非常鲜嫩 番茄 洋芋 红萝卜更是物美价廉 维吾尔式的汤面名叫拉条子 要吃的时候 只要把时间已经做好的搓条子 拉细下锅就成了 喊拉条子有一曲同工之妙的是炸伞子 我们也在藏族蒙古族 以及大西南山区少数民族的部落中 看到相同的伞子 只是口味上略有不同 伞子都是用来在节庆中待客用的上品 香脆兼备 每家必不可少 当然越新鲜越好吃 今天的主角是这只烤羊 因为羊的身上抹了香料 所以十分诱人的 手抓饭是压轴美食 所以大多数的主人都在应会开始时 才正式下锅煮 以便让客人吃到最好的口感 维吾尔族人用餐不使用筷子 无论煮或客都随身带着一把小刀 作为辅助工具 这是新年度的第一餐 所以准备得相当丰盛 如果在这一天有贵客光临 是主人最高兴的事 大家团坐一桌 一同分享这最具意义的午餐 伊斯兰教是有严格的教规 无论是在清真寺还是日常生活当中 随时都可以看得到的 基本上伊斯兰教的教徒是不准饮酒的 所以大多数的人家都是以茶代酒 有些人呢 也用各种水果汁来代客 酗酒的情况是绝对看不到 连带在这个都市中呢 也找不到所谓酒廊这种行业 经常有新疆各地的人 来参与古尔邦节的活动 而他们这个重要的日子的第一餐呢 可能会在餐厅里度过 当然吃的东西也非常丰盛的 不能缺少的就是烤羊肉 因为这是必不能少的 就像汉人在除夕夜晚上要吃饺子是一样的 古尔邦节是属于新疆伊斯兰教的节日 也是一个欢乐的新年开始 维吾尔族的乐器弹奏着轻快的乐曲 男女老幼无论是与不是 都可以随时来参加这欢乐的派对 跳累了可以休息 然后再继续 这新年的第一天 欢乐属于每个人 这是维吾尔族最传统最典型的新年节日 也许对其他省份的人来说呢 是心急又惊叹的 但是对当地人来说 把宗教的精神跟生活融合在一起 是非常自然的事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最西端 渡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 这将是他日回忆当中最美好的一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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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囊包肉 油酥卷子 无花果 维吾尔族人在吃食上有着不同的变化 下一段做介绍 走到中国的最西边 站在世纪的屋脊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不是亲自去过的话很难体会的 这儿的人是高鼻子大眼睛充满了西方美 尤其是年轻的姑娘更是异常的艳丽 而今天我们要去尝尝编程的名吃 同时看看当地不一样的人文风情 大约在公元前128年的时候 西汉的使者张谦从大肉汁返回国门 途经卡石 卡石是他凡底国们之后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城市 而当时这里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苏勒国的首府 它的名字叫做苏勒城 由于思路贸易的畅旺 不仅商店邻里交易活络 而且十分的繁华 汉书中把这座城记录成一个国际贸易的城市 是这座中国最西方最大的绿洲名扬中外 那个时候苏勒国的百姓有名文记载 是一千五百一十户 人口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七人 绿洲上有着丰美的水草 市场中呢就一定会有肥壮的牲畜 两千多年岁月流逝 这儿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在市集中永远拥挤着肥羊 和西来攘往的人群 就连人们的习惯都没有改变 肉质的美食 奶做的佳肴 依然是人类的最爱 西汉末年到王莽执政时期 匈奴势力再度控制了西域 思路完全堵绝 卡石产的牲畜销路 也仅仅限于输了这一地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 在绿洲中最好的肉品呢 就是羊肉 羊耳以鲜嫩的青草为食 除冬天以外 很少用辅助饲料的 所以成本很低 一头五六十公斤重的羊 市场售价大概是两到三百元 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烹煮 有着不同的口味 是当地人最爱的上等佳肴 而且呢 有着千古的诱惑魅力 实在令人惊叹 干旱的沙漠地 也有利于盎然的丰美水草 油水的地方呢 当然也有淡水鱼 这是大自然的赐予 也正是沙漠中的惊喜 烤得焦焦的包子 一咬一口油 是喀什人百吃不厌的美食 据说这是古老的 传统的家常便饭 烤包子的面呢 是用经过发酵的面团 面霍得稍微硬一点 烤出来才会香又脆 包子馅用的是碎羊肉 不参任何其他蔬菜 仅仅调味而已 由于在整个烤的过程当中 是密不透风的 所以在烤好之后呢 羊肉馅里头出了水 肉馅缩小了 但是汤汁的美味 是无可比拟的 严格说起来 这包子呢 是贴在地炉的壁上 由于炉壁的温度 已经很高 所以贴好烤成之后 是两面都香脆的 同样可口 这儿的年轻人喜欢吃 老年人也喜欢吃 用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包子 比蒸熟的更好吃 不管经过多少年 人们的喜爱始终如意 大家来看看这香的 六人的烤包子 一个当地的年轻人呢 可以一顿吃上十个 够惊人的吧 还有一种最好吃的卡式美食 那是当地人称之为囊包肉的 包肉用的囊呢 要烤的时间比较短 一小部分放在羊肉的锅边 让它吸收点蒸汽 锅里煮的羊肉已经完全酥烂 把肉放在吸收了蒸汽的囊中 真是人间美味 这种囊包肉是卡式人 最喜欢孝敬老人的食物 由于囊做得比较薄 又吸收蒸汽 包上羊肉真是香得可以 老人家们非常喜欢吃的 新疆囊的做法都一样 连贴带烤 但是形状呢 却有分别 有的像个甜甜圈 上面沾满了芝麻粒 也有的就像个锅魁 在新疆高温干燥的环境中 这些东西呢 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不会疲软 这些囊都略带咸味的 当地人以它作为主食 也可以有较多的选择 虽然囊是主食 人人都会做 可是这儿的习惯是在街上 买已经烤好的囊 这省了不少家中的麻烦 大致来说呢 薄形的囊比较香脆 是年轻人喜欢的 做成像甜甜圈似的囊呢 比较厚 外脆里软 是牙齿不太好的人 比较喜欢吃的 而外地人多半选择厚者 外地来的观光客呢 到了这儿 会买一个像甜圈圈似的厚囊 他们认为这样看来是比较好消化 容易嚼烂它 这种贴又烤的技术 在其他地方是比较少见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 卡什的老人家 是怎么享受美食的 他们选择的是厚厚的囊 一碗茶 一块囊 茶的香味全被囊吸收 好吃得不得了 而老人家们有时候呢 把茶改为肉汤或是菜汤 除了贴烤以外 卡什人也为老人家跟孩子们 准备了其他的食物 像面条跟油酥卷 就是很好的 比较适合老人跟孩子的主食 把形好的发面加上油酥 靠手的力气 把面片拉得薄薄的 做成一个个的卷子 上蒸笼蒸个几分钟就成了 这种油塔子最适合孩子 跟老人家的胃 而外来客呢 似乎更是欣赏这种美食 在卡什呢 经常还能看到 卖干果跟香料的摊子 价钱都非常便宜的 其中水果类是最多的 杏 桃 李子 葡萄 红枣 样样都有 当地人常用来做成甜点 而香料则用在烹调上 看看新鲜的维花果 这是新疆的特产 也是孩子跟老人家 最适合的水果 这种水果甜而多汁 因为输送到外地 在包招上有些技术上的困难 所以大多数呢 都在当地出售 价格更是便宜 这种高级名贵水果 如果带到其他地方 可能就非常昂贵 很多内行的观光客 一到卡什呢 就会立刻去买几个 回来尝尝 每个果实的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骨脚钱 大陆最西方的卡什呢 也有夜市 那儿有着异域的不同风貌 下段节目有精彩的报道 中国人好像从古到今呢 都喜欢在夜市里头 买东西 吃东西 在台湾如此 在大陆也是如此 我们走到最西边的卡什呢 竟也是夜市生意 做得最红火 尤其是吃的东西 比大餐厅要热闹多了 因为有风情 有个性 同时呢 还具有融合力 要想了解维吾尔族人的习惯呢 得从饮食文化开始 鸡在此地是较少见到的肉品 他们嫌鸡肉煮汤 没有羊肉那么豪卖 在这吃羊肉呢 可以领会那种大块吃肉的温放 羊肉串已经是很斯文的吃法了 更何况在烤的时候 加上很多的香料 至于烤鸡蛋呢 由于边城的生活比较单调 而且少变化 所以如果在市街上 来立个外地的卖艺人 立刻就轰动了 有人的帮人厂 有钱的帮钱厂 一天下来也挣了不少钱 而现在呢 就看看这位卖艺人的表演吧 这位卖艺人的表演 每个卖艺人的表演 要求贺人的表演 要求贺人的表演 结婚 要求贺人的表演 要求贺人的表演 来说 我决定原诽 将后是老板 要求贺人的表演 贺人的表演 去送贺人的表演 来做贺人的表演 快点 让我脑上 这些人不能冲,好了 我要冲,有一些都不能冲 为什么要冲 要冲,帅民都能冲 是不是有试炒 那些人不冲 那些,不冲 要冲,有啊 这些人再冲 挂上多了 ک不,品嗯 blic,你冲 那就去不行 我懂得等 You 我懂得有性格 你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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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你忍不住 我好,我好,不要啊 我好 尹 弟 快来 一切简单 一位長者在樹下擺開了他的藥包 數一數呢 竟有一兩百種 有的裝在口袋裡 也有些呢 就放在老人的懷中 維吾爾族人相信這位赤腳醫生 會解決他們的痛苦 通過望聞問切 就能了解全部病情 而擺在地上的草藥呢 是老人家由山中採來的 只要經過調配 煎熬 就自然能夠藥到病除 喀什夜市是大陸最西方的名吃聚集地 這兒充滿了民族風情 維吾爾族人在家中吃晚飯的機會 並沒有占很大的比例 許多男人會在夜市中消磨好幾個小時的 這是碗典型的羊雜湯 當地人叫羊下水的 而有些人呢 是吃麵條類當主食 而絕大多數的人會吃價位較高的 一條魚跟兩個蛋 在這兒呢 它的價錢比羊肉要貴的 烤羊肉串在新疆各地都很普遍 這是維吾爾族的傳統美食 各地烤出來的羊肉串看來是一樣 但吃起來味道上有差別的 說到羊呢 記得在北京的牛街 曾經有一位專賣羊頭肉的師傅 他每天煮出來的羊頭呢 在上午就全部賣光 秘訣到底在哪裡呢 就在於他煮肉時的技術跟香料了 西安 回民 甘肅 蒙古等吃羊肉的民族 都擅長白水羊頭 這比羊肉串更是吸引人 也更為暢銷 有人一頓呢 可以吃上好幾個羊頭 他們吃肉的量令我們非常驚訝的 羊的提筋非常鮮嫩又有韌性 也是夜市當中的暢銷品 根據維吾爾族的習慣 如果是在家中或聚會中 羊眼睛是要獻給最尊敬的貴賓 或是最年長者享用 因為這是羊體當中最鮮嫩好吃的一部分 新疆維吾爾族吃的白水羊頭肉是切成小塊 北京牛肌賣的羊頭肉呢 是切片之後夾在餅裡吃 而陝西等地吃的白水羊頭 有人會沾辣椒吃的 外地來的觀光客和我們的隨行觀眾朋友 在這兒呢 會以啤酒來增添吃美食的情趣 新疆的最西端是一個充滿新奇跟趣味的地方 對於外地人來說 這真是誘惑 也是一種牽引 說到過農曆新年呢 是中國人一年當中最重要的節日 很多習俗都流傳已久 而利用今天這個機會呢 我們要請教北京的馬大爺 看看他們那兒到底怎麼過年的 馬大爺 您可是老北京了 說說看北京人到底怎麼過農曆新年的 老北京一進入了辣院 這個過年的氣氛就開始了 尤其到了辣瓣就必須熬辣瓣粥 用多種的米 豆搁在一起熬爛 加上栗子 枣 白糖 兒童可愛吃了 因為平常見不到啊 所以在北京還流行著一首民謠 童謠 講的是 辣瓣粥喝幾天 稀里拉拉 二十三 二十三 糖果粘 二十四 掃房子 二十五 吃紅薯 二十六 吃牛肉 二十七 載公斤 二十八 鐵窗花 二十九 蒸滿手 三十碗嘛 閃爛蹲一宿 哟 馬大爺可有趣了 他把這段童謠說得非常明白 從二十三到三十習俗呢 都編在裡頭了 廣告之後呢 我要請教馬大爺 北方大年初一有什麼樣的習俗 我們待會兒見 剛才馬大爺為大家介紹了 老北京從蠟月二十三到三十的習俗 馬大爺 那麼老北京在大年初一 到底做什麼來慶祝呢 老北京主要是拜年呢 親友們互相地去拜年 祝賀一元赴始 萬象更新 兒童就更活躍了 見著長輩都要磕頭 這樣他還可以得到很多的壓歲錢 所以大家都非常高興 聽到這個壓歲錢紅包呢 每個人都眉開眼笑的 初一向親友拜年孩子更是高興 我想這兒的習俗跟北京呢 看來大年初一是差不多的 那麼馬大爺 大年初二有新的花樣嗎 初二主要是逛廟 老北京這個廟會可多了 現在也恢復了不少 比如說仙東壇呢 這個廠店啊 那是很重要的一個場所了 人們呢到那去購物啊 觀光啊 選擇一些自己心愛的東西啊 還有一些好的玩意兒 人們是熙熙攘攘 非常熱鬧啊 這個除了逛廟以外啊 這個還有看戲 每天這個戲園都是高棚滿座的 這一直到了正月十五 看完花燈 這才一年算結束 馬大爺說的是 因為在北方人過年 從大年初一整整要過到十五天 才算是真正的結束 他們有故宮逛 有天壇地壇 有戲曲廳 還有街邊的小販等等 他們的文化層面是比較豐富的 我們謝謝馬大爺為大家訴說 在北京過年的習俗 也向馬大爺拜個早年了 祝您三陽開太 萬事心想事成 小貓 雲 初一月 晚上 我們不習得 請講 一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